欢迎收看3月9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得知中正国小角力队将前往嘉义参加全国角力锦标赛 特地在赛前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乌来国中小长年来推动泰雅族语教学 目前每周都有一节课希望能够借此生根族语教学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拜会锦文科技大学 赞与校长余滴智学友方让锦文科大成为技职之光 文山农场的萤火虫祭将从3月26号起展开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 今天的科研晋升区要教大家的客家艳语是一尺风三尺浪 对于角力运动相当支持的新北市议员陈怡君 在得知中正国小角力队将前往嘉义参加全国角力锦标赛 特地在赛前到学校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希望中正角力队的小将们都能全力以赴获得好成绩 在店上做着基本动作 中正国小角力队队员各个认真训练 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111年全国角力锦标赛 这次全国赛在嘉义无缝大学举办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校长徐韶佑 家长会长袁国伟 以及角力队后援会家长会会长李玉鼎 特地在赛前到角力教室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看着中正小将们积极备战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表示相当感动 除了祝福大家获得好成绩 也期盼角力运动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与认识 速度上还有反应敏捷度这个部分 我相信透过这些孩子们对于这些角力运动的喜爱 包括他对我们帮我们中正国小 得到一些优异的成绩之后 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运动 中正国小校长徐韶佑指出 中正角力队一直以来在大小赛事都有优异的成绩 透过比赛累积经验和其他学校选手交流竞技 更能够提升自我技术 同时期许每位选手全力以赴 我们也鼓励孩子多接触各种赛事 那跟这些同样是学习角力的小朋友互相竞技 那从中可以学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运动家的精神 那种挫折容忍度跟抗压性 其实是透过赛事可以学到的 那我们希望同学在这边表现都非常好 也益助他们在角力上的学习成果 各样竞赛都能得到满意的成绩 对于这次的全国赛教练郑凯文表示 除了基础训练为了让孩子能够增加比赛信心 所以在心理层面上特别加强 并且藉由模拟比赛来减少上场时的紧张感 希望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应有的实力 特别针对了心理这方面跟比赛的策略 那其实我们就是透过平常的一些模拟比赛 然后跟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 让孩子们在比赛中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那透过模拟比赛让我们的训练 更像比赛的一种情形 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态一定要放轻松 然后把你练习的时候拿出来 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比赛的时候就是听教练的 教练都在旁边知道 你只要听得到教练的讲话 其实照教练说的去做 其实就会有很好的表现 111年全国角力锦标赛国小组赛事 将于3月12号13号进行 中正国小角力队3月11号会出发前往嘉义 这次一共有20位选手出赛 新北市议员陈宜军也再次勉励大家勇往直前 拿出最好的表现 为笑争光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乌兰国中小从国小到国中 每周都有一节族语课 期盼透过一步步的努力 深耕族语教学 让年轻的泰亚族人懂得族语 进而认同自己的文化 跟着老师复习已经教过的课程 这是乌兰国中小每周三的族语课 乌兰国中小从国小到国中 每周都有一节族语课 希望让渐渐失传的泰亚族语 能够重新附证 目前担任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 族语老师的刘丽云表示 中高年级的族语课程 主要以认识拼音为主 希望帮助孩子们打好基础 一周就一节课 那我是着重在拼音系统里面 让他们能够了解 能够看得懂 能够拼得很清楚 让他们能够加深印象 课堂上除了教授 课本上的内容 刘丽云老师也会带进 许多泰亚文化介绍 他表示 语文学习是生硬的 只是不停地读跟说 学生很容易觉得无聊 降低学习意愿 不过如果融入一些典故 让学生借由认识文化 加深对祖语的印象 效果是半功倍 小孩子他们对以往以前的生活 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们就借着这样的课程 提到的单字 我就会来分享过去以前 太阳祖是怎么生活 然后有什么典故 让他们能够从这个典故里面 加深他们的印象 这样的话 因为小孩子容易吸收 因为环境的改变 为族语传承 带来莫大的冲击 因此乌来国中小期盼 透过一步步的努力 深耕族语教学 让年轻的泰亚族人 懂得族语 进而认同自己的文化 记者声明者们起 乌来采访报导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走访新店景文科技大学 对校长余地 用心投入校务 智学友方给予高度肯定 同时赞誉景文科大 是技职之光 积极培育优秀人才 获得企业青睐 希望未来彼此建立良好互动 让更多人认识学校特色 和办学理念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近来积极走访各地 拜会工部门以及地方学校 9号上午由工会理事长 黄村山率领常务监事 叶仁富总干事林富贵 以及组长邵祥辉 来到了新店景文科技大学 校长余地亲自接待 希望彼此建立良好的互动 透过报道让更多人了解 学校特色以及办学理念 很高兴能够跟这个记者职业工会 一起来为我们新北市共同的努力 那把我们的一些教育界的 办学的基优的好事 能够让我们新北市所有的群众 甚至全国的民众都能够认识 建文科大在于校长的领导之下 自学有方 这个成绩这么亮丽 那么今后我们在新闻这一块 我们会一不容辞 而全力以赴来支持 校长余地表示 建文科大富有热情创意竞争力 在最新的111人力银行问卷调查中 2022企业最爱大学继职校院中 建文科大是全国排名第七 其中企业最爱学群 建文科大的艺术时尚和财经类 分别为全国第三名和第九名 而除了孕育学生人文底蕴 厚实专业能力提升就业力 在国际视野上 也鼓励学子海外学习 拥有高度竞争力 我们非常主推就是海外实习 那我们近几年 其实我们的这个海外实习 特别是教育部的这个 学海主共计划 我们都是名列前茅 甚至我们110年度 就是今年度我们是获得了728万 是全国 全国的公私立大学 不是只是科技大学 全国的公私立大学 我们是排名第一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表示 景文科大校长余地用心投入各项校务推动 智学有方 各学院系所对外比赛成绩都相当优异 并且培育优秀人才获得企业青睐 让景文科大成为技职之光 未来会持续给予支持 共同营造优质的教育环境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文山农场的营火虫记将从3月26号起展开 因为疫情趋缓 因此预估今年的赏赢人潮将会增加 所以文山农场邀请想要欣赏点点荧光的民众 赶紧上网或是打电话报名 点点荧光在黑夜中闪烁相当美丽 想要欣赏这难得的景况 就不能错过文山农场一年一度的营火虫记 文山农场营火虫记将在3月26号登场 由于国内疫情趋缓 预估今年入园赏赢的民众将会大增 因此农场邀请民众赶紧报名参加 农场规划的有希望游客能够来半日营 就是你中午来到农场之后 能够参加我们的一系列的DIY活动 跟团体的讲解活动 然后晚上再参加我们的营火虫活动 这是属于半日游的营火虫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纯的纯赏营活动 就是说希望游客 你在晚上六点以前来到我们农场 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 我们会有带团的老师 会带你一系列导览营火虫的一些路线 文山农场近年来与学校合作 也放了相当多陆生的黑赤营幼虫 以及水生营火虫幼虫 同时为营火虫营造适合生长的期地 因此每到夏季 园区也成为重要的赏营胜地 我们现在的营火虫就黑赤营 我们以黑赤营为主 所以来到我们农场这三月四月五月 这段期间我们以黑赤营为主 或还有说的是卖赤营 然后希望我们在五月六月之后延续下来 我们还有富裕水生的营火虫 水生的营火虫是黄源营 我们希望我们在富裕这么好的环境下 能够让更多的营火虫来在我们文山农场这边 来永续的生成 文山农场也期盼 透过友善环境的做法 可以富裕营火虫 同时也让民众有机会了解 丰富的营火虫生态 记者生命者们奇异新店 采访报道 广告号继续来看科研进生区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是今天的课研进生区 一起来看大风哥 要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 欢迎亲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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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意思是比喻 事情被人弄得沸沸洋洋的 举例来说 小明和小华的争执 被大家拿来讨论八卦 使得争端是越演越烈 真的是 一插风三插龙 太家天爱过娘一拜 一插风三插龙 按紫色长来聊 接着来看伯伯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限时优惠有限电视老客户 申办指定方案 续约吉祥Disney Plus订购六个月 大新店请您看一整年 欢迎电架2917 3939 感受WiFi 6的标网快感 速度更快 范围更广 传输不延迟 收看4K影片 传递效能更提升 速洽2917 3939 乌来口腔医疗站于3月1日开始市营运 受理电话预约 3月7日办理看诊服务 递检在乌来图书馆同栋二楼 预约电话02-2661-6887 2022新北文化奖征选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31日止 凡对新北文化有特殊贡献或结出成就之个人或团体 不限涉及新北市都可报名 查询电话02-2960-3456 分机4525 111年度新北市市长辈原住民族慢速累球邀请赛 即日起到4月1日受理报名 报名表请至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网站下载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